2024年国庆焰火首度在云林登场 41分钟约3万发 史上最长 全蓝焰火搭配管弦乐团 一次带来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 更有400台无人机在夜空中排列出十大主题 虽然原定8点的焰火秀有些迟斗 拖到8点06分才正式施放 今年许在湖北高铁特定区施放 涌入至少30万人到场参与 除了主会场也有不少民众在附近的道路旁卡位 今年选择呈现现代与传统融合传承 越在地越国际意向的主视觉 精彩焰火秀让大家目不转睛 赞叹声不断 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 让云林县更进步 让云林县的父老乡亲能够更好的生活 最后我也要代表全体国人 再次祝福中华民国生自快乐 生日要许三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 祝福我们中华民国国运苍隆 能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这回因为总统赖清德 立法院长韩国瑜 以及云林县长张立散 山人先后致辞 导致焰火释放稍微延迟 不过三人也同框进行起炮仪式 用这三万发焰火点亮星空 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TVB主任最后报道